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同修通过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 挽救婚姻的真实案例 7月11日夫妻吵架后 先生开始不回家也不接电话 一想到先生可能和别人在一起就心痛 念经也念不下去 此时师兄教我针对此事项观星菩萨许愿 初一十五六假日吃素不吃活物 并把一部分工作转给先生 二注印经书 三六月十五位师傅先生自己各放生四十九只甲鱼 尽快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四化解冤结的解节咒一万遍 每天念四十九遍 五化解厄缘的礼佛大忏悔文一百零八遍 每天两遍 六化解厄缘的心经一千遍 每天七遍 七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四十九章 八百花佛法念二十篇 九转新加坡法会一部分功德给先生 十每天给他念七遍心经 帮他开智慧去烦恼 念二十一遍解节咒化解他的冤结 刚求完念经时 他居然回来了 不过不理我就走了 我很痛苦 终于下定决心第二天就是农历 六月十五跟观星菩萨 再次许愿终生吃素 跟随观星菩萨和师父多做功德 许愿后没几天做了个梦 梦见有人请我吃素饺子 我很高兴 过了几天又梦见自己洗鞋子 上厕所 我知道这是菩萨在帮我宵夜 虽然先生没回来 但我每天上班 照顾两个孩子起居就识念经 我相信菩萨一定会闻身就苦 帮我脱离苦海的 之后给先生打电话 他还是不肯回家 或者不接电话 后来才知道他和别人在一起 不让先生回家 八月二十五号终于见面 先生向我道歉 并且说要跟我一起放声吃素念经 我很震惊 因为之前他愿我拿离婚协议 都否定我学佛了 他说你天天念经 我感应到了 这次是佛菩萨让我醒悟了 我之前可能是中邪 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家了 我先学念大悲咒心经 以后你看我的表现 原来菩萨妈妈一直都在啊 她没有抛弃我 我们耕耘到一定程度后 就一定会有收获 我之前还想自暴自弃 多么愚痴啊 弟子向菩萨妈妈忏悔 我们遇到事情 一定要正信正念 相信菩萨一定会闻身就苦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关心菩萨和呼把神原谅 请师父指证 是啊 菩萨多好啊 没有关心菩萨 我们还要吃更多的苦啊 嗯 我 有没有关心菩萨 有没有关心菩萨